忘记了自己心中许像的目标 等想起来已经上天了 这个天不是超脱六道的天 而是三十三天而已 是否那灵魂的愿力没有了 那你超脱不了六道了 是这样的意思吗 肯定的呀 六道是我们的目标啊 你超脱不了六道 你真是天赋想尽 你还得下来啊 哎呀 你比方说 现在有一些人 很有名的 有钱有名有利的 他也是天上下来的呀 只是他的预解天理的呀 他下来之后 他用啊用啊用啊 用得差不多 那最后出事了 抓起来了呀 哎不就这样了 没办了 哎就这么个道理 没办了 你又保持 保持一辈子都没事 不出事 还能 还能好好修心 还能不享受自己的福报 完全就是 自度度他 自利利人 那你这个人是说 有智慧之人 你就这辈子不会出事了 过分的享受 过分的开心 都会出事了